2月18日训,孙燕姿结束了台北小巨蛋两场的《2014克伯乐世界巡回》演唱会 庆功宴上他诚实地笑说 现在的心情,我的脚很酸 然后我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把脚抬起来 这是孙燕姿产后的第一次大型演唱会 他坦言,第一场比较紧张,第二场就放开了 舞台上数度哽咽,孙燕姿坦言 自己的确哭点变低了 最后hold住没有哭 他说,因为这是开心的演唱会 很多值得开心的东西 招人哭点变低的孙燕姿也说 最近一次大哭其实就是为了儿子 大概他六七个月的时候 那时我真的很崩溃 因为觉得自己做不了好妈妈